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通常依赖坦克兵和步兵的直接行动 在现代战争中 坦克作为陆军的重要武器 其作用不可忽视 真正的胜利 往往通过坦克兵和步兵在战场上的实地占领来实现 历史上 无论是国共内战时期还是现在 坦克在军事战略中都占据了关键位置 尽管台湾在自主防卫中调整了战略重点 但坦克在反登陆作战中的作用依然不可替代 然而 过去20年间 中国大陆的坦克技术水平显著提升 与台湾之间的技术差距逐渐扩大 这使得台湾的装甲部队在正面战场上 难以与大陆主力坦克抗衡 甚至在执行反登陆任务时也面临巨大挑战 鉴于这一严峻形势 台湾当局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 开始采取积极措施 最近台湾启动了M60坦克的升级计划 通过更换新型发动机 优化射击系统 升级火控和瞄准系统等措施提升其性能 特别是对于M60A3坦克所搭载的105毫米火炮 台湾正在考虑借鉴 土耳其的成功案例采用120毫米火炮炮 土耳其对M60坦克的升级方案 包括为其配备模块化炮炮 更先进的显示器和山格装甲 以及新型反装甲导弹 大大提升了坦克的综合作战能力 此外 土耳其M60T型坦克 还更换了功率1000马力的德国NPU发动机 和44倍口径的120毫米火炮炮 整体作战效能显著提高 在台湾M60A3坦克作为金门 澎湖等战略要地的主力装甲部队 承担着未来反登陆作战的重任 然而 这些坦克大多是美军退役后转交的老旧装备 性能已难以满足现代战争需求 因此升级迫在眉睫 台湾方面 对土耳其M60T型坦克的升级成果 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考虑采用类似方案进行升级 需要注意的是 台湾原计划在2015年采购美国M1A1坦克 但由于高昂的翻新和采购成本 以及一系列复杂因素 该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这促使台湾决定 自行改装升级M60A3坦克 虽然这一过程耗时较长 但台湾通过启动全面升级计划 标志着在提升本土装甲部队战斗力方面 迈出了重要一步 根据最新消息 台湾与美国Rank America公司 签署了一份价值72 45亿新台币的协议 为M60A3坦克 更换新发动机和更新火控系统等关键部件 此次项目由中科院负责执行 预计整个升级工程将在2028年完成 以提升台湾的防御能力 应对地区局势变化 此外 台湾陆军在2020年11月进行了重大组织改革 成立了联合兵种营 新编制包括7个打击旅 每个旅下辖3个联兵营和一个地区指挥部 并设有陆海空军联络官和无人机图像分析官 随着装备升级 打击部队的机动速度 预计将提升至每小时70公里 相比之前增加了20公里 这将大幅提高部队的快速响应和支援能力 美国向台湾出售的AI战车 也为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持 台中586人近期成立了台湾首个联兵营 标志着陆军改革的实质性进展 国防部计划将7个打击 与整编为6个联兵营 每个联兵营整合陆海空军的资源 和无人机图像分析能力 尽管如此 台湾陆军仍面临老旧坦克的挑战 特别是毅然 坦克在现代战场上的生存能力较差 蔡英文总统已承诺推进坦克现代化计划 关于M60A3坦克的升级 尽管最初计划更换105毫米坦克炮 但最终决定更换为120毫米火炮 经过审慎考虑 台湾选择从美国采购M256滑堂炮 这种火炮是美军M1A2坦克的主炮 具备优异的射击性能和穿甲能力 台湾的新型弹药也适配这一新装备 进一步提升了坦克部队的作战效能 台湾目前拥有约1010辆主战坦克 包括460辆M60A3 TTS 450辆CM11 100辆CM12和60辆M41D轻型坦克 M60A3坦克升级的关键在于将105毫米火炮升级为120毫米火炮 最终台湾决定采购美制120毫米M256滑堂套 以提高坦克部队的作战能力 这一决定不仅提升了台湾的防御能力 也确保了坦克能够应对未来战场的各种威胁 在深化M60A3坦克的现代化升级计划中 台湾当局决定采取一系列关键改造措施 旨在显著提升坦克的作战效能与生存能力 核心举措包括将传统的液压炮塔与火炮抚养机构 全面升级为先进的电力驱动系统 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并为未来安装自动装弹机预留空间 中科院在此项目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计划为M60A3坦克量身打造全新的火控系统 并引入快速瞄准机制 以提升瞄准精度与反应速度 在炮塔设计方面 台湾将引入全电动式高扭矩旋转马达 彻底告别M60A3坦克 老是液压马达的旋转迟缓与漏油问题 防御能力的强化同样不容忽视 升级计划包括为坦克车身 与炮塔加装先进的爆炸反应装甲 以抵御现代反坦克武器的威胁 同时底盘的加固工作也将同步进行 确保坦克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稳定性与生存能力 这些改造将导致坦克总重量增加至约55吨 因此配套的柴油发动机性能亦需相应提升 最大功率需达到950马力以上 甚至更高 尽管美国L3公司已表示 愿意向台湾提供1200马力的高性能发动机 但考虑到高昂的改造成本 台湾当局在推进升级计划时 不得不谨慎权衡 如何在有限的预算内实现M60A3坦克的最大效能提升 成为了台湾当局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在深入探索M60系列坦克的升级路径时 台湾方面广泛考察了国际上的多种改装方案 如美国的超级M60 约旦的M60凤凰 以色列的马加奇7与萨布拉MKE 以色列与土耳其合作的M60T 以及乌克兰的M60升级方案等 特别是土耳其的M60T方案 以其卓越的性能与实战验证 赢得了台湾方面的高度评价 该方案不仅为M60坦克 加装了复合装甲与爆炸百银装甲 显著提升了其底欲动能弹药的能力 还配备了120毫米主炮与1000马力的MPU发动机 实现了火力与机动性的双重飞跃 尽管台湾已购得108辆M1A2爱布拉姆斯坦克 但面对全军装备的全面升级需求 这一数量仍显不足 加之产能紧张等不确定因素 台湾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坦克装备规划 为此台湾计划将现役坦克数量 精减至600辆左右 其中包括新购的M1A2坦克 经过深度改装的M60A3坦克 以及部分进行严寿处理的旧型坦克 在坦克数量减少的背景下 提升单兵战斗力成为关键 针对M60A3坦克105毫米火炮火力不足的问题 台湾决定加速推进其升级计划 从国际合作伙伴处 采购升级所需的零部件与此系统 在本地进行组装与调试 相信在台湾军方的努力下 M60A3坦克的升级计划将本部推进 为台湾地区的国防安全贡献力量 台湾在借鉴土耳其M60坦克改装经验时 特别是在炮塔重新设计方面 确实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的技术 与实战验证的优势 土耳其的M60T改装方案 以其卓越的防护和火力提升 为台湾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升级路径 对于台湾现有的M60A3TTS和CM11型坦克而言 采用类似M60T的炮塔设计 不仅能够增强作战效能 还能延长坦克的使用寿命 然而 面对资源有限的现实 台湾在决策过程中 必须权衡利弊 采取更为精明的投资策略 中科院采取的重点投资 与新旧结合策略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 旨在确保关键领域的优先发展 同时避免全面升级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 这种策略与俄罗斯在坦克发展上的做法相似 即在推进新一代坦克研发的同时 继续生产并升级现有型号 以维持装甲兵力的整体实力 在是否更换坦克主炮的问题上 台湾确实需要谨慎行事 120毫米滑糖炮的换装 不仅涉及高昂的采购费 还需考虑对现有坦克进行全面翻新的必要性 此外 如何处理现有的 105毫米M68线糖炮弹药 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因此 在决策过程中 台湾必须综合考虑技术 经济 战略等多个层面的因素 关于自动装弹机的安装问题 台湾同样需要权衡其利弊 虽然自动装弹机能提高射击效率 但减少弹药储备粮 可能削弱坦克的持续作战能力 在现代战争中 坦克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 更多地扮演着机械化步兵的移动火力支援角色 因此 台湾在升级坦克时 应更加注重提升坦克的机动性 防护力和信息化水平 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战争的需求 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台湾可以探索更多元化的作战手段 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实现的无人机 风群战术等 这些新兴技术不仅成本相对较低 而且具有独特的作战优势 能够为台湾提供更多的战略选择 最终 台湾在决定 是否采用雷神公司的M60SLEP套件 以及是否与美国合作 进行M60A3坦克升级时 应充分考虑 国内外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与雷神公司等国际军火巨头的合作 不仅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支持 还能加速坦克升级的进程 同时 台湾也应加强自主研发能力 为未来的装备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桓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